欺慎兴业014,市值236亿元,上月24日宣布没职,翌日起职回购,股价相对稳定,作收22.8元,今日随息1.17元,随息后理论价21.63元,一,欺慎市收租股,去年底投资物业组合450万平方尺,55%为写字楼, 30%为商铺,15%为住宅,去年底投资物业组合股值951.1亿元,较2020年底增加201亿元,主要因为去年5月以197.8亿元投得同罗湾加露年山道商业地皮。 2.2021年,12月年结,欺慎营收,租金及管理费,36.1亿元,跌3%,联营公司盈利贡献4.58亿元,增104%,去年顺利13.83亿元,扭转2020年建雄25.47亿元, 业绩由亏而盈,主要因为前年投资物业重股减值49.03亿元,而去年大降至7.20亿元。 3.欺慎今年上半年将推出大部翠绿山联。 大来售楼收益,租金收入受疫情影响要将下跌,投资物业重股减值。 要教去年为大,预测全年盈利19亿元,批12.4倍。 欺慎近年业绩飘忽,6年平均批参考作用不大。正常时期批由5倍至13倍。 4.去年底,欺慎每股NF71.4元,PB0.32倍。 过去6年,最高PB0.70倍,最低0.28倍,平均0.48倍。 现时较6年平均折让三分之一。 5.去年底,欺慎的净借贷,股东资金比率百分之十二。 财政稳健。欺慎股价不宜大升,亦不宜大跌。 属相对较低BETA股份。 可切26.5元,22.4元买卖区。 摩通,上月,看32元。 高盛,上月,看26元。 同场家影日本古神寺村银床,1897-1992,有止吃百分饱原则。 就是不赚尽。 引申下去。 变一变。 就是不倒到尽。 中国恒大3333若子然吃几分饱。 不借尽。 不借于千亿美金。 不会有今天,恒大今天的股价。 教历史高价射掉96%。